! 哈囉大家好我是乔寶 第一賽季即將結束了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爬到自己想要的排位了呢? 沒有也沒關係 把握最後這幾天衝刺活動 第二賽季即將就要到來了 今天的影片就是來整理第二賽季新車的重點 就是我們的閃靈 那去開始今天影片吧 在影片開始之前先來跟大家說一個好消息 集體起我的社群開始無限期的抽獎活動啦 獎品內容非常豐富 满100人抽60纪念币 3位 目前已满所以已经开抽掉了 200人抽60纪念币 1位 每满300人抽黑金会员 3位 每满的意思也就是说只要满300人 600人 900人就会开抽 以此类推 500人抽私人计划 3位 每满1000人抽8800纪念币 1位 原本是只有一个名额 但我自己再加码一个8800纪念币名额 所以每满1000人就会抽出两位 各可以获得8800纪念币 1000人抽一次 2000人又会再抽一次 以此类推 那如果说没有玩王牌竞数的人也没关系 可以询问六三代厨官方兑换其他游戏等价宝物 再来是参加方法 加入我的游戏社群 并从社群里加入六三代厨官方LINE 私讯并报我的名字 确认完会标记号码帖你 代表参加完成 只需要记好各位的号码就好 往后都会直接抽号码 抽中六三官方LINE会直接私讯你们领奖 除了抽奖活动之外 还有更多专属除职优惠活动 群组内也会讨论关于游戏任何的消息 不管新手老手都可以在里面讨论 而我的第一手消息也都会从群内发布 所以还没加入的人赶快加爆吧 再来说说第二赛季的新车 这台车一样是要课金 那当然欧洲的人可能免费就抽到了 获得方式没意外是跟神剑号一样 是透过幸运盲盒的抽取方式 所以有存通用盲盒券的人可以省下不少钱 至少我们也知道说有保底的机制 奖励池里面没意外的话 应该就是车子本体加造型 然后可以换取升级零件以及蓝图 再来就是实装的部分 感觉起来是蛮好看的 就看各位的需求去储值多少纪念币 通常车子本体一单最大一定可以获得 还会有胜 各位记得可以到我的社群里面代除 把我的名字都会有优惠哦 再来讲讲这台车 闪灵 之所以会叫闪灵 是因为这台车拥有闪现的技能 像一个幽灵一样闪来闪去 技能类似M8 只是更强 先说闪灵的被动技能 闪灵能在碰撞中获取能量 比赛过程中的每一次碰撞 都会为闪灵获取2.5%的大绝能量 这个被动技能就是要靠碰撞 去加大绝能量条 说不上是恶心 但绝对是有用的被动技能 不管是被动碰撞 或是主动碰撞 都会给你带来能量的被动技 其实还算不错 再来就是闪灵的大招 可能很多人误以为 大招就是像M8那样直接闪现 并不是 大招启动之后会进入幽灵状态 并获得长时间的加速效果 在大招启动的期间内 只要发生的每一次碰撞 都会进行一次闪现 大概就是长这个样子 而每一次闪现完大绝的持续时间就会衰减 实际能闪现几次还不知道 等到时候我会再实测给大家看 最后是大招的被动 闪灵在升满至8等时解锁被动 被动是大绝不会受到封禁的效果影响 必将其转化为自冲能15% 也是一个补充大招的被动 最后我来总结一下 以上的闪灵资讯是陆浮资讯 所以仅供参考 我们国际浮出的闪灵数据跟技能 还要等实际出来才会准确 那这台车到底强不强 该不该克呢 我这样分析给你们听好了 某些图某些时候比神剑还要强 甚至单人跑图或是解称号 这台闪灵绝对会是你最重要的伙伴 闪灵的技能我理解下来 可以说是目前国际服的弯道之王 所以弯道多且复杂的图 可以比神剑来得强 但直线多的图 当然是跑不过神剑的恶心加速 这台闪灵的被动都是增加大绝能量调的 搭上辅助 大绝本身就加速 再加上闪现 神长跑下来应该会非常可怕 闪灵这台车是比较吃技能的 没技能车子本身偏慢 所以晶片搭配跟队友就非常重要了 但当然不要看闪灵的技能这么恶心 有优点绝对就会有缺点 优点就是以上提到的 但随之带来的缺点跟状况会是什么 各位在玩的都知道 每一场会发生的状况都不一样 所以假如你今天玩闪灵 是在你被迫的情况下发生碰撞跟闪现 运气好可能闪现完没事 运气不好闪现完可能会导致造成你失误 虽然闪灵需要的技术不像神剑上限一样高 但比较吃的是技能理解跟观念 只要你的技能理解跟观念够好 那你的闪灵绝对会非常可怕 至于阵容搭配的部分 目前最适合搭配它的辅助就是雪佛兰 这台辅助车可以增加闪灵的闪现距离 所以闪灵搭配这台车就会变得更强 但国际服好像没有很多人有这台车 所以阵容的部分还是要交给时间 长时间下来经过玩家们的磨练 自然而然阵容就会出来了 目前因为还不确定我们国际服闪灵确切的数据 所以还没办法给各位一个方向参考 希望第二季可以多一点不同的火花 可以有新的阵容 可以去跟现在的T0阵容抗衡 好啦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啦 我是还在努力的乔宝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我们下次见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